哇 OK 現在看起來是開始錄了 OK 現在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用ZOOM F3的聲音 OK 所以你現在聽到就是ZOOM F3 這個收音機目前錄到的聲音 那应该是听起来差不多啦 因为我没有 现在目前这个就是我们Zoom F3 这个超级小迷你的收音机 录音机 OK所以你现在目前听到的声音 就是录到我们的Zoom F3 这个迷你的录音机里面 那应该是听起来差不多 因为我没有做任何什么浮夸的东西 什么忽然大叫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它上面完全是没有给你任何gain 可以让你调整的 因为它是录32位元 32位元就是你完全动态范围就是这么宽 你完全不会peak 永远不会peak 也不会太小声 杂讯太多 就如果你讲话很小声很小声 或者是你需要把什么很小声 假设我现在 就是我现在没有任何的gain可以调整 但是我忽然想要听一下 我电脑风扇的声音 我就可以把声音直接拉起来 就可以直接听到电脑的声音 所以我就是不需要去调整那个gain 不需要去调整说 我需要去录那个很小声的声音 我要把gain拉起来 这个东西就完全成为历史了 那上面它只有两个放大镜 放大镜就是在32位元这个框框里面 那你如果声音很小声 那通常就是那个波形很小嘛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放大镜去把它放大放大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波形 我用这个荧幕来解决来看 那这上面完全也没有让 这完全没有办法让 这完全 所以这上面这里只有一个放大镜 就是可以让你看你的波形 让你确定就是参考一下 你看看到底有没有可能麦克风没接好 或是怎么样有奇怪的波形 那不然这个就是参考用的波形 因为你所有声音都录进去的 那这个波形就只能放大缩小 这也不会完全不会影响到你 到底录进去什么 因为它永远都是录32位元 它只有那个取样率可以改变 那位元率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32位元 它没有办法录24位元 这样子还蛮酷炫的啦 然后 所以我现在讲话可能讲的比较小声 那波形比较小 那你想要仔细看一下 我们波形就可以放大一点 我们的波形就变大一点 你可以仔细去观察 那你如果录一个很小声的 假设我现在要录电脑神龄的话 电脑风扇神龄 我就可能完全不讲话 这个波形就非常非常小 那如果我想要仔细去看这个波形的话 我可以放大放超级无敌大 1024倍 你看这个电脑波形就直接炸开来 变得比较大 比较可以看到我们的细节 就是说你可以用眼睛去参考这个你录到声音的细节啦 就是你可以用视觉然后跟听觉同时去派上用场 因为你如果录到一个声音可能就是这里忽然有一个波形 那你可能没有听到 但是那个波形可能是一个很低音的还是干嘛的之类的 你就可以用视觉方式去看到你的音讯 出了什么问题可能麦克风没接好还是怎样的 那你也可以同时用耳朵啦 就是两个可以一起用 那你就只需要仔细去听你到底想要录到什么 就是监听啊监听耳机 听你到底想要录到什么 你不想录到什么 有没有不小心被录进去 那你可以赶快去处理 而不用在那里去调整 Gain啊我的gain要peak了 哇塞太小声可能杂讯会很多 这种问题成为历史 的话 冷藏 1 4 2 2 4 3 2 4 4 剛剛設定裡面有看到一些比較酷炫的東西 像是你的Line-Out 假設你要輸出到另外一個裝置 這裡有一個Line-Out Limiter 因為這台錄音機是錄32位元 它永遠不會peak 但是你輸出那個音訊 你的另外一個錄音設備其實是會peak的 就是你需要注意你的音量輸出的音量 所以你這裡有一個Line-Out Limiter 你應該是還不錯用啦 我不知道 因為我應該永遠都是用這個35位元 但是你假設你想要輸出到另外一個裝置 有一個Limiter在這邊 然後有這個USB Audio Interface 這個就是你可以當一個USB的錄音介面這樣子 可以直接輸到電腦裡面 所以你可能麥克風接著 那你可以直接USB-C接到電腦 你的電腦就可以把這個認定為它是一個麥克風 就是一個音訊裝置 你可以直接在電腦的軟體裡面去處理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USB Audio Interface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這個USB Type-C接到電腦之後 你這個錄音機就變成一個錄音介面 你就可以直接用USB Type-C接到電腦 電腦你就可以用你其他軟體 可能是音樂的軟體 直接錄音就直接錄到電腦裡 不需要在我這裡錄完 然後再存到電腦裡 然後再去處理 你可以直接電腦直接錄音 就一個錄音介面的概念啊 謝了,謝了,謝了 ожу你快點 Pad-D 那目前我覺得比較麻煩 目前我已經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它的設計的 目前我已經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設計的部分 就是它的Hold在這個Record Button 這個滑桿上面 所以你可能Hold 你想要解鎖去調整一個 你想要放大這個波形的話 你這個Hold往上撥一點點是解鎖 但是你不小心就會撥太用力 就直接停止錄音了 所以就有點搞笑 就變成你可能只想要解鎖 不小心用太大力 你那一段聲音就直接CUT 直接沒有開始 就直接停止錄音了 目前我已經遇到一個神奇的小問題 就是我們這個Hold跟Record 這個滑桿是在同一個上面 所以你可能在Hold上面這裡 Hold 那你想要忽然解鎖 看一下這個波形 想要放大之類的 你想要往上撥一下 這個滑桿非常非常的敏感嗎 就是不小心你就會不小心 就直接往上撥 撥到一個Record 所以就變成你可能錄一錄 不小心Hold你要解鎖 就變成你停止錄音 你就直接CUT掉了 超好笑 所以不知道 小小的問題 那就是你使用就需要小心一點 或者是你就不要Hold 就是小心 不要碰到這個東西 不然你就不小心停止錄音 而且你還不知道 就這個紅燈就熄掉了 如果你沒有注意的話 好 Zoom F3 好啦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就會便宜把這個神奇的Tascam賣掉 因為應該還是可以用 只是我用不到了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的Zoom F3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還有這個神奇的32位元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這個32位元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這個32位元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把我們的麥克風忽然變得超近 變得這樣子講話 那我們再稍微玩一下我們這個32位元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這個32位元 我們就剛剛的Game 我們再稍微玩一下我們32位元 我們剛剛就是超級就是在畫放外面 那我們直接把麥克風放到我臉旁邊 這樣子聲音如果你在24位元的上面 你一定要去調整你的Game 不然直接會炸開來 那這個32位元我不用動它 我現在直接回到我們的剪輯軟體 把它拉回來就可以 我們就稍微玩一下 你看我們完全沒有去碰這個Game 直接錄 這真的是還蠻酷炫的東西 完全不用去調整Game 真的是方便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們也聽聽看聲音應該會不一樣 因為麥克風位置就不一樣 那反正就看看它到底如何還原這些很大聲的 跟一些很小聲的聲音 然後任何 OK啦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 OK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這個Zoom F3的開箱 然後還有32位元音訊的部分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還可以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Good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